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今天要做一個實測 首先介紹一下這罐機油是Steel 原廠公司油 這罐建議的比例是50比1 有些人聽到這邊就會想要了解說 什麼叫做50比1 這個比例我跟大家做一個科普 50比1的話 50比1的意思就是50毫升的汽油要加1毫升的機油 這個毫升如果你聽不太懂的話 就是我們常講的1cc的意思 如果是換算成1公升的汽油 1公升的汽油就是1000毫升 那就是加20cc的機油 這個是Steel的在國外原廠他們的一個建議 建議你用這罐油 然後做這樣的比例去做調和 那針對我們台灣的氣候呢 就是比較炎熱在附熱帶地區 那我們都建議客人用40比1的這個比例去做調和 那40比1就是40毫升的汽油加1毫升的機油 換算成公升的話 1公升的汽油就是加25cc的機油 給大家一個概念 1公升的汽油加25cc的機油 好 那這樣的調和呢 會比較保護你的機質 就是比較不用怕說 你用50比1這個比例 有時候一個誤差 可能導致你的機質去縮鋼這樣子 好 那今天呢 我就用這一罐Steel的這一罐油 然後我來跟大家來做一個實測 如果說用標準的40比1的方式去調和 那鏈距會有怎麼樣的表現 那如果說我天過多 我用25比1的這個比例去做調和的話 那機質又會發生什麼事 那我先跟大家講一下 25比1的話 25比1的話就是25毫升的汽油加1毫升的機油 換算成公升的話就是1公升的汽油 就要加40毫升的機油 天的量是這個50比1的兩倍 就是等於兩倍的油這樣子 那今天呢就是要跟大家來做一個實測 如果說油天超過我們這個原廠就是建議值的話 欸 機質會有怎麼樣的表現 那我們今天會看四樣數據 第一個火星塞的狀況 火星塞的狀況 第二個我會看這個引擎的轉速 引擎的轉速 第三個我們氣缸的這個溫度 氣缸溫度 第四個是排氣管溫度 排氣管溫度 今天主要這四個 來跟大家做一個比較 那我今天會對比的主要是以40比1這個比例 以及25比1這個比例 來做這個做對比 那今天建議的這個調和的比例是 遵照Steel這支原廠的公司油去做調和 如果你是買加油站的油 或是上面包裝沒有寫任何的比例建議的話 那請你以25比1為主 請你以25比1的方式去做調和 那不一樣的油 你就遵照原廠的方式去做調和 那為了減少我們的誤差呢 我們使用量杯來做調和 那左邊呢 來左邊這一組的話 就是我們的40比1 給大家看一下 40比1的這個調和 那1公升的汽油呢 要加25毫升的機油 那我們後面呢就是1公升的汽油 然後這個呢 給大家看一下 好 25毫升 25毫升 左邊 左邊這邊的話 25比1的比例 是1公升的汽油 要加40毫升的機油 好 一樣後面是1公升的汽油 好 然後這個 來 40 然後40毫升 好 那等一下呢 我們先實測40比1這個比例 好 然後之後呢 我們重新洗過油路之後 再來測試這個25比1這個比例 好 好這一次測試的機種是小松 小松的G3800這一隻鏈鋸來做測試 好 那我等一下呢 會把它的油 原本的油全部都卸掉 然後呢 把油桶盡量的清空 好 然後我們等一下呢 先測試這個 40比1的這一隻調和的 好 好等一下的測試方式呢 我會先到我們這個新的油進去 就是我們第一個要測試 就是40比1的這一個比例的混合油 然後我會先讓它代數5分鐘 代數5分鐘 好然後再全讓它全油門 好30秒 那我們再來測它的這個氣缸溫度 然後還有它的這個排氣管溫度 以及火星塞的狀態 好 那我們現在來倒油吧 好那我們現在倒進去的這個是這個 40比1的混合油 好然後我們現在來發動 然後讓它代數5分鐘 好現在使用的是40比1的混合油 好現在使用的是40比1的混合油 那我們現在呢已經代數了5分鐘 那我們先來測試一下它的代數的轉速是多少 大概在3150 那我們現在來測試一下它的氣缸溫度 好氣缸溫度65度 排氣管溫度70度 好70度 好那我們現在準備好30秒全速 全油門然後30秒好來我們開始 好熄火 好熄火 好我們現在馬上來看溫度 氣缸溫度135左右 好135左右 22大概在230 好230度 好 好那我現在拆這個火星塞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使用40比1的混合油 好然後新的火星塞 好測試下來的這個樣子 好那我放大一下 OK 那它這個有點反白齁 那雞碳沒有很嚴重 好基本上沒有什麼雞碳啊 好那這個就是用40比1的油 好去做出來的這個火星塞的表現 好去做出來的這個火星塞的表現 那等一下一樣25比1的油呢 我也會再換一顆新的火星塞上去 40比1的油倒掉 好我們等一下換25比1的油 好OK那我們確保裡面完全沒有油 好OK那我們確保裡面完全沒有油 好全新的火星塞 好那我們現在添的是用25比1這個比例去做調和的這個混合油 那我們現在一樣發動5分鐘 好現在使用的是25比1的混合油 然後現在已經代數5分鐘 然後我們先來看一下它的轉速 3300轉左右 測試一下它的溫度 70 75 77 好77 好OK 那我們現在來計時 計時30秒 好預備 開始 好馬上來看它的溫度 好馬上來看它的溫度 185 245 好剛剛最高到245 好OK 好那這個是使用25比1的這個混合油 然後所使用的火星塞 好 然後所使用的火星塞狀況 好給大家看一下 OK那機碳目前也是看起來還好 好那我跟大家來報告一下我們剛剛實測的一些數據 那第一個我們第一次測試的話是用40比1 好它是機油量比較少的這一個混合油 那它代數的時候是3150轉 好每分鐘3150轉 那在全數域的時候呢達到12000轉 好那第二次的時候25比1的話 它就是油比較多的那一個 機油比較多的那一個混合油 好代數的時候是3300轉 高速的時候是12550轉 好高轉速的時候反而比較高 多了快差不多500轉左右 好那給大家看一下這個溫度的一個比較表 那這一邊的話就是我們代數的溫度 右邊就是我們高速的時候的溫度 好然後這兩個氣缸跟排氣管的時候 這是屬於這個40比1的這個混合油 那下面這兩個的話是25比1的混合油 那就是25比1的油 機油比較多 然後40比1的機油比較少 好那我們來對比一下 當我們使用這個40比1的混合油的時候 你看它的氣缸代數的時候只有65度 那排氣管是70度 高速的時候是達到那個氣缸溫度達到140度 排氣管溫度是230 來我們來看一下下面的部分 就是油比較多的時候氣缸就是比 來高了一點來70度 那這個排氣管溫度是77度 高速的時候氣缸是185度 然後這個排氣管在高速的時候呢 是247度 OK那平均這樣看下來 大家就可以看得到 看得出來說 油比較多的這個25比1啊 它的平均溫度都比這個40比1還要來得高 還要來得高 OK那這個其實也很好理解 為什麼呢 因為你機油量比較多的話 你在燃燒爆發的時候啊 它閃燃的時間要更長 講白話就是它要花更多時間 把一樣的油燒完啊 當你燃燒的時間越長的話呢 那相對它累積的這個熱能就越多 那溫度就會相對的就是比較偏高一點點 比較偏高一點點 好那兩顆火星塞呢 左邊是40比1的這個混合油 那右邊呢是25比1的混合油 就是右邊會添比較多機油啦 那其實因為我們這個可能 高速運轉的時間呢 不夠不夠久啦 不夠久所以說兩顆看起來的這個狀況 差不了多少 差不了多少 那如果油添太多的話 會有什麼樣的缺點 第一個功率出不來 你在鋸東西的時候 你就覺得怎麼馬力出不來 沒有力的感覺 那第二個的話 它的機碳比較快 第三個它的這個煙比較多 煙會比你平常來的多很多 第四個當然就是你的這個引擎的溫度 就會比平常來的比較高一點 會偏高一些 那以上呢就是我個人的一個看法 不知道大家看完這些數據之後呢 有什麼看法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讓我知道 那如果喜歡我們這樣的實測的話 歡迎按讚訂閱分享 那我們下次見 拜拜